你说的没错 他跟你的恋爱是有功利性的 这个功利可能没别的 就是我连恋爱都懒得谈了 我有一个女朋友挂在那儿就行了 那至于我要不要对她好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有个女朋友嘛 所以她才可以容忍你什么呢 监控手机 远程控制 这个完全都是 丧失一个基本做人人格的东西 女生的这种不尊重 不管出于什么 你都让一个人 人格没了 他都能接受啊 他怕的是什么 是分手 你的解读是因为你爱我 所以你怕跟我分手 对吧 他的解读是 我不能分手 我分手之后我没有女朋友了 我缺一个符号性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就是女朋友这件事 对你来说为什么那么重要啊 就是按照你们所讲述所描述的 我就会觉得这个男生好懒啊 那他会对什么事情勤快呢 就连谈恋爱的力气都不愿意付出嘛 女生我倒可以理解嘛 越是得不到的又要挑战一下嘛 我们坚持下来了 我们还会在一起 你是在跟自己谈恋爱 你所有的较劲不都在跟自己叫嘛 我觉得你不是没有听明白这个姑娘说什么 而是你压根不想回应 姑娘你也不是没有听明白她做什么 只是你不愿意承认那个残酷的结果 你们自己定吧 你们说我们还想在一起 我们还是有爱的 你们就在一起 你们经过今天的这个喧闹之后 你们冷静下来了发现 原来我们这三年都在胡闹 分手也是一种选择 好吧 一起进入真情 今天即使听完了你说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就是你很久没有这么跟我说过一些心理话了 其实虽然说我自己也有一些问题吧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就是 之前就是希望你能够改掉这些毛病 所以说呢我就说也确实应该考虑考虑 我们是不是应该真的合适在一起 其实今天来到这呢 确实如你所说 我也听到了很多来自于你的声音 但是我还是希望 就是说你能够改进你的小毛病 那当然我也有我的问题 我希望综合下来 我们两个如果说真都能改得好的话 我是愿意继续在一起的 那不然的话就再考虑吧 就是这么想 真的是要坚负起我的责任 做一个有良心的人 当机立断我觉得 谢谢两位秦辉 谢谢你们 男生说的就是他不信任我 女生说的就是他不关心我 这三年还能坚持下来 真的是个奇迹 我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吧 来预测一下 我认为女生不会出来 她终于知道自己的三年半 是被应付的过程 我觉得男生可能不出 因为他这么一个死要面子的人 被大家揭穿之后 可能多少还是会有羞愧 就是被你揭穿的 我可能是第三个版本 他刚才的话 说得很明白 我和你的爱情就是将就 因为成本低 所以我认为两个人都不会出 如果自己还有这么一点点 没有泯灭的爱情善良 波红兄是双双不出 是吧 你要给第四个版本 对 双除 男生还要表演一下 证明 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 女生还要争取一下 证明 我不能就这么败了 来吧 看结局 请开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请开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两位分享 加油 请回 谢谢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